寶貝 來過來 寶貝們來運動囉 沒關係… 今天要來介紹 適合一歲以上寶寶的運動 Rolling… We are rolling 寶貝們在滾什麼啊 Now we're rolling 滾大系統的部分 因為這個年紀的小朋友正在學走路 對 那在學走路的過程中 在推大系統就是除了讓他們練習腳步的力量之外 還有手部的手腳的協調 對 所以他在推的時候 他同時要協調他的手跟腳 手要這樣子 那腳要往前走 對 所以比較像是雙邊協調這樣的部分 那同時就是因為是大家一起滾嘛 所以也會有一些同才的互動 讓他們小朋友也覺得說 我會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 而不是只是自己在自己玩 Now we're rolling 我們有沒有棒棒啊 來點掌聲吧 在家裡的話 在家裡的話就是因為他們比較沒有爬行的地方 那他們都很容易就浮個東西走了 就比較少刺激腦部發育的機會 這邊就很多可以讓他們爬行啊 然後運用肌肉可以攀爬 或是說爬階梯啊什麼 那很明顯就是像他們在床上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說他必須要屁股轉下來 他才不會受傷 或是說他在頭抬起來啊 或是說在爬行的時候 扶的東西站起來 這些其實都是需要用到熟的肌肉的 那他們就會發展得很快 準備囉 好好玩喔 玩得太開心了 這又是什麼啊 是甜甜圈嗎 我要爬進去看看好了 爬進來了 甜甜圈球池的話就是 讓小朋友練習抓握 對 因為他們可以讓他們練習抓握 然後瞄準丟到 可能童子裡面 或是甜甜圈裡面 或是我們狗形童樂圈的裡面 就是練習對準啊 瞄準啊 同時也可以抓握 看看不同觸覺的東西 有軟的 有硬的 對 那軟的就是丟到軟軟的甜甜圈裡面 那硬的就是丟到硬硬的 狗形童樂圈裡面 練習手的動作會穿 對 對 對 很硬 你看軟軟的硬 硬 除了可以摸不同種觸覺刺激 然後也可以讓他們有一些對比 相對性的概念 我來試試看 怎麼只剩一顆球球啊 不得到玩 我丟 不得到玩 想放進去嗎 我是要放進去嗎 不得到玩 謝謝妳完成了 不得到玩 不得到玩 我是要丟進去啦 妳幹嘛 因為對他們來說那樣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空間感受 就是他爬到裡面 覺得我是在自己的一個 好像小堡壘裡面 就是有一個特別的空間感 所以其實小朋友對那樣子的空間感 是會覺得我好特別喔 我好不一樣喔 所以他們都會喜歡 爬進爬出 因為不同的空間感受 對他們來說 會有不同的感官的刺激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子的 感覺很有趣 那還有什麼好玩的呢 羊毛毯這個部分呢 就是因為有的小朋友喜歡 有的小朋友就是不太喜歡 那個羊毛毯的觸感 基本上我們會放一個羊毛毯 就是輔助它 可能在滑行的時候 可以更順順的這樣子滑下來 也就是讓它有不同的 就是這樣子觸覺的感受 滑梯的話也是有一些平衡的練習 像我們說我們會練習可能是 或者有的時候是坐著 或者說是仰躺著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都是很不一樣的感官的體驗 我不用毛毛毯 我要直接趴著滑 爬下去了 讓寶寶多多活動 好處也多多 一歲以上的寶寶 活動需求大大增加 有安全的場地 適合的輔助器材 讓寶寶盡情動一動 也能增進各項發展 很不錯喔 寶寶們都意而未盡呢 沒有 對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來到裡面